结婚几十年了 二十年 六七三年了 六七三年了啦 六七三年了啦 两次都六七两世 当年两人相亲的时候 全顺第一次穿皮鞋 很不习惯 再加上她很紧张 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 让女方亲友不禁议论纷纷 还好天似良缘 两人顺利结婚后 务农为生 陆续生下两儿两女 阿爸不看阿嬷 你不看阿嬷 看阿嬷 来跟阿嬷说 人来恩 老口水啊老口水啦 阿爸不看阿嬷 感谢阿嬷照顾六七三年 很老实啦 他说不出来啦 阿嬷 明天做宝珍家去收拾 等一下 你要怎么做 阿爸 有天还说 阿嬷说 游usion 照顾六七三年 他说不出来啦 謝謝你照顧這家庭 村子這麼長大這麼乖 謝謝你照顧 媽媽給爸爸抱一下 媽媽 真的 我們結婚63年 沒有一句不好聽的話 她沒有聽過 媽媽是健康 孫子拿到壞耳 要出去 她 哇 壓性 媽媽坐 坐 夫婦倆常不含苦 做什麼事都為兒女著想 隨著時光飛逝 全順和秋季夫婦 目前五代同堂 除了小兒子住在老家附近 其餘的兒女都在外地成家立業 每逢過年過節 大大小小回家團聚時 都讓這對老夫婦忙裡忙外 卻是興高采烈 笑得合不龍嘴 媽媽 阿爸阿嬤 講什麼年 講什麼年了 講什麼年了 講什麼 就不可能是西姊妹 要有出生孫孫 講什麼年了 講什麼孫子 謝謝 天村給我們 阿太 阿太 有 憶水 很不怕 哇 阿哥 安倍了 阿哥 很嗨 天窗 就很好看 一條菇 好棒喔 好棒喔 阿爸 好棒喔 謝謝 謝謝 謝謝